棕色系的裝潢搭配暖色燈光 臺灣科技大學學生餐廳經過翻修 混人一新 但有學生提出疑慮 臺科大同學提出試算 過去夾菜74元 主菜0元 加白飯6元 一共80元 換成現在同樣的菜要82元 加主菜15元 還有白飯10元 一共107元 認為漲幅高達33%難以接受 自助餐炒最兇嗎 就是價差很多這樣 然後之後很像又要調漲 所以就覺得有點不合理 這樣我寧願去那公館吃 對此承包商回應物價上漲 以雞胸肉為例 過去進貨成本18公斤70元 如今漲到145元 漲幅超過一倍才會調整價格 本來就很便宜 所以覺得還好吧 因為好像還是比外面便宜 所以還可以 學餐漲價 學生會蒐集意見 提出需要校方回應 也有同學要求公開 場地經營評估的會議記錄 希望得到合理交代 如果沒有得到回應 就會發起聚吃活動 物條等等的 事實上都大幅的提升 所以廠商也必須要 在他們的經營成本上有所考量 所以才不得不做這樣的調整 調幅基本上我們大概算一下 大概是15% 校方強調學餐價格調整 跟重新裝潢沒有關聯 會再跟學生溝通達成共識 相關新聞 各位宣傳來台北採訪不到